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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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次給大家介紹三種影刷群的format 對不對 R-Type, I-Type, J-Type 然後各 哪一類的影刷群是長什麼樣子要趕快記得 因為在後面之後呢 這一張結束之後我們就要開始介紹 Hardware 怎麼樣去imprint這些 instruction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這 instruction長什麼樣 就像你炒菜 人家要你炒菜炒什麼菜都不知道你怎麼炒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format把它記起來 那在這一張的最後面呢 我們再把一些software怎麼樣 去run這些program的一些東西再把它 就是這個 就是整體再把它結束一下 那我們上次介紹過說 這個一個cprogram cprogram 那經過compiler 或assembler就會產生object的 machine language module 那因為你寫的時候 你很多library的你是沒寫對不對 或者說subrity是之前寫的對不對 那這些我們就把它連起來 就link把它連起來 然後變成excutable的machine language program 然後再把用loader把它load到memory 然後這就是整個一個 執行的一個program執行的程序 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說 這邊有哪些事情 我們稍微講一下 譬如在這個地方有一些 其實我們寫的是寫cprogram對不對 你寫的你就知道寫assembly 一點點東西寫得好長好長 其實你是不希望寫這些東西 這些都希望compiler幫你寫完之後呢 然後在assembler幫你轉成 那其實這兩個assembler主要的功用就是 它其實已經是一對一的轉換 就是說我們現在寫成assembly language對不對 什麼load store這些 那經過assembler 因為它那個還是symbolic對不對 機器還是看不懂 機器只看到0101對不對 那assembler就會把你大概直接 one to one的對應 差不多就是這個動作 那所以常常這兩個是在一起的 然後才是object machine language 就是0101這些東西 然後再加起來 那待會我們會介紹 assembler還有些什麼作用 assembler link大概我們要做些什麼事情 要什麼東西給它 在load的 好 那assembler它有一些叫做sudo instruction 什麼叫sudo instruction呢 就是說 在assembly裡面呢 我們是one to one的一個mapping 就是說你有一個intrusion 你就一定要有一個hardware去執行它 這才叫intrusion set design對不對 intrusion set architecture 你設計出來一個intrusion 你就要有一個hardware去執行它 就對應它的hardware 好對應它的hardware 那什麼叫sudo 這個assembler sudo instruction呢 就是有些intrusion呢 是我們因為寫的方便 我們寫的方便 比如move 對 t0到t1 這個很好寫對不對 我們在寫assembler 它允許你這些intrusion 可是這些intrusion它並沒有真正的一個 hardware對應這件事情 如果說你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你真的要有register到register一個pass register到register叫設一個pass 它直接做move的動作這樣 那其實沒有 但是他說我可以 但是我可以用這個intrusion來執行它 記不記得 好我們說過 如果你把0加上t0再搬到t 經過alu之後 它其實就是把t1移到t0的動作嘛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intrusion 或是說branch branch less than對不對 我們也沒這個intrusion啊 就我們沒有這個hardware 並沒有一個真的hardware去做小魚 然後去測試然後跳 沒有這樣的hardware 這個呢其實最後是用set on less than 跟branch not equal branch equal來implement它 那這些intrusion 雖然你還會出現在你的assembly裡面 但它並不是一個 真的沒有一個hardware去對應它 那我們就稱它為sudo instruction sudo instruction 那這些sudo instruction 那這些sudo instruction只是 純粹是你如果真的要寫assembly language 你要寫的時候 你寫是純粹你方便而已 它並沒有一個hardware對應它 它就會轉換成這些 那這邊又有一個issue產生的對不對 假如你在寫的時候 你寫成這樣子的 你寫成比如說像這個 它雖然沒有真正的hardware 其實它最後要轉換 assembly assembler看到它就會轉換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只用到兩個register 你只用到T0跟TE對不對 可是我們真的要把它變成這兩個intrusion 其實我是要三個register 我是需要三個register 那我要去哪裡用第三個register呢 你還要再去看program嗎 你要不要再去看program 你要用一個沒有用到的register對不對 你要用一個沒有用到register 但是programmer用了不知道32個 他把哪個拿幾個用到了 用掉了對不對 所以呢還記不記得我們說要把 第一個register 第0第二個叫reserve for assembler 那個不准用的 對不對 就是你的user 你program不能用它的 所以assembler 它如果需要一些輔助的register 他就拿這個1去用它 就register1用它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們在30個register 記不記得 我們第0個register 一定是hardware0對不對 然後第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對對對 就這一頁 這第幾頁 第12頁 可以看到 第12頁 不同 這是去年 去年 OK 好 差不多意思了 就是第一個register 它一個at對不對 那這個的用處是什麼 就是說我要保留給assembler用 當assembler要需要的時候 他也不要去問說 user你到底用哪幾個register 反正這個是保證你不准用的 這是保留給我用的 所以這邊就把它寫成 因為你send on lesson 你需要三個register 可是你define 你define兩個register 對不對 那其他我怎麼知道哪個沒有用到 為了保證我能用到 所以我把at這個 這個 這個 第一個register 就保留下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32個register裡面 這樣了解嗎 好 這個是保留給assembler用的 好 這個是assembler 再來 object module 對不對 我們經過compiler assembler 我就產生一個object module 可能一個subroutine 就一個object 然後待會兒linker再把它連接起來 那你要存哪些東西呢 assembler transit point into machine language assembler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要provide一些information給他們呢 譬如你要header object code 你要有header在這邊 因為待會兒要把東西包起來 總要告訴我這是什麼東西 有一個header 描述說你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已經translate的instruction 就是你已經變成0101那些 machine的instruction text segment 還有什麼東西呢 還有這些static data segment 因為我們講到說 有些這個storage 程式一開始run 你就要allocate storage給他 對不對 有些是在program run的時候 一邊run 我才allocate給他 但有些是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就要一開始就allocate給他 那這些storage 也要把它留下來 再來relocation的information 因為有些在你現在一個module 一個module寫好 它可能會跟別人有關係 它在真正的absolute的address 是不知道的 對不對 你要說哪些是 待會兒你要把它補上去的 這些informations要把它留下來 說哪些需要待會兒 有些address還沒補上 因為你現在只是一個module 一個module 你沒放到真正的memory裡面去 對不對 如果你需要這些address的話 你要告訴他 要留下來 待會兒要補起來 還有一個symbol table 把一些global definition 跟external reference 也是要補起來 譬如說你現在有一些 procedural code對不對 那這些是functional code 是你根本沒寫 你只是要叫library的 對不對 那你要說你要用到 那待會兒把它link過來的時候 就把它補起來 所以這些information要補起來 它有一些debugging的information 好 再來 好 linking object linker 剛才object 這個 這個經過 這compiler assembly 產生這些object的module之後 linker要把它link起來 它就把這些merge 這些segment 把這label 因為每個subroutine 不是各自都 各自做好了嗎 對不對 你把它包起來 連起來 你要把這些 把address決定 還有一些location dependent 這些external reference 都把它補起來 補起來 那這主要 就是讓這個linker做的事情 好 那還有一個issue就是說 那它到底是 真正link 只是把這些segment modulelink成它的相對位置 全部都對了 對不對 那真正的放到memory裡面去 還有一個絕對地方 絕對位置 你到底是放在上半部 下半部還放哪 那是loader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做 我們後面會叫到一個virtual memory 如果是virtual memory 那就不用理它了 就這樣就OK了 那如果是 你要把它load到一個特定 absolut的位置的話 其實它有一些 一些這個 相對位置 這個 relocation 的loader 一些可能register 告訴你順著 offset 從那邊開始夾上去 那如果virtual memory的話 因為它是 假設你的排好之後 你需要的時候 就把它搬進去 需要的時候就搬進去 有一個translation的table 就是它會 就不用一次搬到memory去 就一開始放在disk裡面 隨著你一邊run 我就一邊搬 一邊搬 一邊搬 但是搬到哪裡 有一個table會記錄這件事情 那就是virtual memory 做的事情 好 loading 一個program load from image 去到memory去 那你當然要知道說 你要second assess是多少 create virtual address space 如果用virtual memory system的話 你就create好 就不用搬了 就把一些setup好之後 就開始run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你要整個全部搬進去 沒有virtual memory 沒有這memory memory management system的話 那就要整個搬進去 那除了此之外 要把text initialize這些data 然後如果是virtual memory system 你就把page table要create好 然後就告訴他們說的page 通通不在裡面 那待會就產生page4 會產生page4 page4 一產生page4就會把 那你要的東西搬進去 就一頁一頁的搬進去 好 這是以後下面我們會介紹到 那再把一些argument在stack裡面 還記得我們有一個stack global的stack 對不對 當你在run procedure的時候 像cprogram 一開始就是一個main 對不對 main那就是一個procedure 主要的procedure 從那邊開始run 就要setup argument 在stack 然後把register initialize 然後就開始 argument copy 就開始run 就像你叫一個mainprogram 就像你在runcprogram 就是一個mainprogram 開始run 就setup這些數字 就開始run 就ok了 好 那這個呢 大概就是translation 跟那個 把一個program 開始的這個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下面有一個sorting的example呢 那大家自己回去 自己看一下 這邊有點細節 很繁瑣 那它包括什麼東西 包括一個 這個subroutine 叫swap 一個procedure code 叫swap 好 還有一個mainprocedure swap的procedure 在這裡 大家回家自己去看一下 那再來一個sorting的mainprocedure 在這裡 那這mainprocedure呢 會叫這個subroutine swap 會叫這個subroutine swap 然後mainprocedure 就是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這整個procedure 就是這樣 它的stack 怎麼用啊 這些 這些 stackpoint 等等一來一去 它都有很詳細的說明 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 有問題的話 再 來問老師 或問出將 好 那 這個 大概program 這個介紹完畢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 他說這些圖的分析 他說 compiler的optimization 到底有什麼 他擔任的角色是怎麼樣 這張圖的意思是說 這左邊這個是relative performance 就是 如果我通通不做任何的optimization 就是compiler 我都不做任何optimization的話 我的performance是1的話 我做了O1 O2 O3 不同的performance 我的performance是怎麼樣 我的performance 這是relative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裡面誰的performance 最好 誰的performance 是最好 鄭宇倫 來 這裡面你看這個圖的話 它的performance 最好是誰 總不會連圖都不會看 一定要會看圖對不對 對 這是不同的 就是我沒有做optimization 這個圖 這個圖 我沒有做optimization 這是O1 就是optimization1 optimization2 optimization3 那假如你看這個圖的話 它誰的performance最好 誰的performance最好 是高好還是低好 高好 對 所以這樣最高誰 應該是O3 對不對 O3 是不是 看不太穿應該是O3 好我們看這下面圖 因為下面圖是 clock cycle count clock cycle count 對不對 clock cycle count 就是說如果你clock period 一樣的話 cycle count越多 當然因為我們要算時間 clock cycle count 乘以clock period 就是它的exclusion time 對不對 那exclusion 這個當作1 當作分母 然後這個是1的話 那其他就是 把它們的時間 放在分子 對不對 然後去 看他們的分母 對放在分母 那個最長的那個 放在分母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比對的那個 放在O1 O2放在分子 對不對 然後出出來就是我的 performance relative performance 所以clock count 因為clock period 一樣的話 那當然是越少越好 看起來是O3最好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是用 絕對時間 就execution time 來看它的performance 然後再來看 這邊說 如果我們在看它的 intratching count intratching count 是 看起來好像越少越好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從這張圖來看 那O1是intratching count 最少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來說 O1的performance最好 成績則 誰一則 誰一則 誰一則有沒有來 好 杜嘉佩 來 杜嘉佩 來 好 我們從 剛才我們已經知道說 我們要看真正的execution time 來決定它的performance 好不好 對不對 這個圖已經告訴我們了 那這邊又告訴我們 intratching count 又告訴我們CPI 這兩個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好 intratching count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intratching count 我們的total number intratching count是多少 對不對 那CPI是什麼 一個 intratching 平均多少個clock cycle 你們作業做過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單獨 從intratching count 或單獨從CPI來判斷說 這個的 這個 exclusion time 好還是壞 這O1O2O3哪一個好 可以這樣說嗎 好 好 單獨可以嗎 單獨可以說 用intratching來判斷 用CPI來判斷 對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要怎樣 要把這兩個一起 乘在一起才可以 對不對 要不要intratching count 乘以CPI才可以 就是說 你不能說 你判斷很少 一個compiler 幫你捐得出來 你判斷好 你就說 那這個compile好 不能這樣講 因為它搞不好是 捐得很複雜的intratching 對不對 我們還要看CPI 你所捐得出來的intratching 它平均的clock cycle是多少 要把這兩個相乘之後 才真的得到真正的 total number of clock cycle 才能夠絕進它的exclusion 它的exclusion time 就是它的效果好不好 所以記住 絕對不能單獨用intratching count 也絕對不能用CPI 來看一個 這個 這個效果好還壞 比如像這個是看 compiler的效果好還壞 好 再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 看它這張這個 告訴我們分析什麼東西 它說 這個呢是bubble sort bubble sort 的相對的performance 好 什麼都不做optimization 好 做了01optimization 02optimization 03optimization 這是cprogram做的 那這是java做的 這interpreter沒有做的 要做just in time 或是有做一些optimization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c所做的optimization 跟java做的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對不對 它有很大的差別 這個 這是做bubble sort 在同樣的 也是010203 那我們再看我們如果做quick sort 這兩個是不同的algorithm quick sort 那在quick sort之下呢 那這個不同的optimization 得到不同的效果 比如說在quick sort 這bubble sort它可以像 第一的01可以得到快2.5的 它這邊只有得到1.5 好 那這個java這邊的performance improvement也比較少 對不對 如果你用quick sort的話 來做它的improvement跟相對 比它還壞 對不對 它是1 比那個c 你沒有做optimization 因為它的performance 比它還差 對不對 所以不同的 一個是bubble sort 一個是quick sort 不同的program 雖然相同的compileroptimization 不同的language 它還不同的結果出來 好 最下面這個更有意思 很interesting 它告訴我們說 但是如果你用quick sort跟bubble sort 做比較的話 對不對 怎樣 performance進步是多少 好 來 這個 藍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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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尾倫有沒有來 藍尾倫 林彥淳 林彥淳 林彥淳有沒有來 許香玲 來 好 許香玲 看這個的performance比較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 這得到什麼結果 得到什麼結論 好 好 這個是多少 這邊是多少 這邊 歪軸是多少 這邊才零點步一倍 一倍 1.5對不對 你 那現在把quick sort 跟bubble sort 做比較之後 發覺什麼 它的進步是多少 2500 那你看剛剛是12 那你有個什麼結論 你compiler寫得再好 你的improvement是多少 1.5 對不對 但是怎樣 同樣是sorting的algorithm 對不對 你選一個笨蛋的sorting algorithm 對不對 可以quick sort很慢 那我用一個好的quick sort 我的improvement可以多少 可以上千 上千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一個籃子說 寫algorithm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你找到一個好的algorithm的話 找algorithm 你 就算我都不需要O1 O2 算我都可以 一個好的quick sort 比bubble sort 可以有2500倍的 進步 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 告訴大家說 越上層的optimization 你可以做到 可以得到更大的improvement 我已經講過了 你要還是要 execution time total number of cycles 乘以clock period 還有compiler organization sensitive to the algorithm 跟你剛剛看到不同的bubble sort 這個quick sort 他improvement是不一樣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一個笨program 差很遠很遠 所以一定要好 把program寫得好 好 那其他再用其他的方法 來幫助他 加快你的performance 好 最後一個地方 我們要看一下 還沒最後到處 一個地方叫array 跟pointer 這也是一個optimization 其實跟compiler很有關係的 告訴大家 好 就是一個好的compiler 可以幫你做這些事情 當然你寫assembly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 但是可以告訴你說 這很難寫 但是compiler已經可以做到 這種很好的東西 他說 我們譬如說 在memory array的時候 我第一個element 第二個element 第三個element 我就去access它 對不對 你常常寫這樣 比如說for i for i從0到100 我要把這array把它清掉 全部set成0 你常常寫這種program 對不對 那你其實有兩種寫法 你可以寫成array的 index的方法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是一個 memory的pointer的方法 pointer 第二意思嘛 就是說array它 因為都在memory裡面嘛 你就直接指到memory的話 我指到這個 那下一個就加上element 譬如說 譬如說一個data 是四個byte的話 你就加4嘛 對不對 再加4 加4 這是pointer的寫法 對不對 但如果array的寫法是 譬如說 i等於0 i等於1 i等於2 i等於3 你還是要increment這個i 對不對 但你iincrement完畢之後呢 你還要再算它的地址 是不是這樣 只有兩種寫法 就是告訴大家說 在implementation的時候 它的差異在哪裡 就同樣其實是一個 array的indexing的 那你看你是要用 寫array的方法 還是寫point的方法 它跟efficiency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看下面的program 同樣這個program 那有點複雜 但是我們大概看它的意思是什麼東西 它detail的 我們就先看 它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program 對不對 從0到它的size 我要把它清掉 這array 把這array的element裡面 全部都把它set成0 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寫法就是array i等於0 叫i加1 一直加 好把它set成0 那這邊其實是做同樣的東西 好 這邊做同樣的東西 但是這邊是給它一個地址 對不對 告訴你array的第一個element的地址在哪裡 之後呢 我就一直加那個element的size 然後一直到它最後的size array的那個memory的地址是小於那個 它就不做了 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 了解不了解 無人節 來 這兩個program 有沒有一樣 什麼東西 對 功能一樣 那這是用array來寫對不對 i加1 i加2 i加2一直加上去的 i0123 那這個呢 是什麼 這個是說 給array的起始的地址對不對 然後你跳到下一個 就跳到下一個element 然後比對的是 比對說你最後一個array element在的地址 看有沒有小於它就OK了 對不對 那你看這兩種寫法 對 要轉成assembly 如果我們直接轉成assembly的話 好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呢 當然第一個 因為它是i 比如說i是0123 但是它真正所在的 我給你一個base address的時候 你是要每一個element 是佔四個位置嘛 所以你要乘以4對不對 那乘以4 很浪費時間 你知道我們上次學過 要做什麼動作 乘以4 很花 hardware對不對 時間對不對 所以要簡化應該做什麼 黃中道 有沒有 來 應該用什麼來做 對 用shift shift left 就做這件事 所以我要shift left兩位 就可以做到這個乘4的動作 這個就是乘4的動作 這個就是做i 給你i之後 然後把它乘4 好 然後再把它 把它這個地址找出來 再地址找出來 把它set成0 對不對 然後再i加1 再increment by 1 對不對 然後再去看check condition 滿足滿 然後再跳回去 好 這個就是這個program所做的事情 好 我們這樣對應過來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大概意思是這樣 好 那再看右邊這個地方 好 右邊 你是給的是什麼 是給 我們是給memory 直接給memory 我的index 沒有什麼i等於120123 我就直接給你個memoryaddress 起始的地址 好 給個memory起始的地址 然後 但是你每一次是要 size要乘以加4 剛剛是起始是地址對不對 所以要把它的 因為是element 一個array是4 所以一樣也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把它加進去 得到它的地址 好 那之後我就也是 開始clear 把每地方set成0 set成0 但是我每一次做完這個 做完這個時候 我就直接p等於p加4 我就直接把這個 我要access the memory 地址加4 然後再測試 再回去 這樣直接做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在這個program裡 我沒有做increment by i 我也沒有再做乘以4的那個動作 我就一直加4加4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我把這個乘以4跟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放到外面去了 放到外面 所以我這整個loop來講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loop 好 那你這個loop如果做100次的話 你就省了多少 intrusion 省了多少 你如果省兩個intrusion 就是省200個intrusion的時間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個節省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這兩種不同的寫法呢 可以讓你的這個increment的這個i 要全部都移到外面去 我每次只要加4就好 就第一次做完這個乘的之後 就ok就不用再做 好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好 我們剛剛看一下 就是在compiler上面 有用到一些術語 大家看一下 一個叫stress reduction stress reduction 什麼叫stress reduction呢 就是剛才我們把multiply 把reduce成shift 這就是compiler應該要幫你做的動作 叫做stress reduction 就本來是一個乘的動作 可是我把它變成shift 讓你的hardware少花 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好 好 那剛才就是說 把這個 這個 這個兩個其實program 都有做到這個stress reduction 就是把乘變成shift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improvement 就是剛才把這indexing calculation increment把i的地方 在右邊那個program 把它移到外面去了 就不在loop裡面做 但左邊那個array的是在裡面 那這種也是一個技巧 叫做什麼 叫做induction variable elimination 好 叫induction elimination variable elimination 就是說 我把array的address calculation 在loop裡面呢 把它有一些東西是可以移到外面去的 那就從6個intraction reduce 成4個intraction 這種也是一個技巧 叫induction variable elimination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在compiler很重要的技巧 那好 那compiler應該要幫你做這些事情 如果一個好的compiler的話 他應該會幫你做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你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寫成這樣 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不需要寫成這樣 因為這樣很難 不容易readable 好不容易看 那一個好的compiler應該會把你的program 他會發現這個東西 然後把你改成這樣 改成這樣 你寫 如果說你直接寫的話 就是assemble好的compiler應該幫你做 stress reduction 然後把這個index 他發現是有 不需要重複出來 會把它移出來 但是你寫的時候 應該還是要寫這種 可以看懂的program 好 所以你也就是說compiler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 這個在整個 在optimization的過程 這很重要的 重要的一環 好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最後來看一下 我們MIPS的這個intrading set 介紹完畢 他大體上介紹完畢 對不對 我們後面就開始要做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那在那個之前呢 我們看一下說 那還有其他的intrading set 當然我們不會很深入去講 我們是大家 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了解就好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其中就是arm 對不對 跟x86 x86是我們的 這個intel的 我們PC 上面用的processor 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intrading set 跟這有什麼不太 有什麼不一樣 很簡單的看 因為我們的MIPS 都長好長段時間才講完 對不對 那arm跟x86 當然不可能講好 那只是給一個概念 給大家一個概念 好 那其中 MIPS呢 跟arm 是最相信的 他們都是risk的 intrading set architecture 好 他們這兩個呢 arm可以知道說 最popular的 embedded core 用在哪裡 來 林玉山 林玉山 來 用在哪裡 為什麼popular 手機上 對對對 有common sense 不錯 對 現在手機上他們都是用arm 這個processor 他的使用的量 已經超過了x86 那他跟MIPS的intrading很相近 非常的相近 他們都是在85年開始出來的 都是32bit intrading size都是32bit 然後address space也是32個bit 然後data 其實是align 也要align的 然後addressing mode 那我們的MIPS是比較少的 那arm比較多的 register 這是有32個 那這邊16個 因為他可能是說有一個其中不准用的 譬如說0的那個 不算一個general purpose register 所以他只有他的一半 那input output是memory map 都一樣 就這個地方有一點點差別 好 其實arm 他最重要的一個 他的intrusion是怎麼樣執行呢 他有一個condition 他每一個intrusion 他前面有四個b 叫conditional code conditional code 然後呢可以決定說我要不要執行這個instruction 他最大的差別就在這邊 也就是他的if then else的implementation不一樣 好 像在MIPS的時候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這個跳的時候你要做什麼 set on less than對不對 你還有一個地方register 放說你比對以後的結果對不對 然後再去check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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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register的結果 你記不記得 set on less than 我們要三個register嘛 RSRT對不對 還有一個rd destination 要告訴你說 這兩個比對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再用一個branch equal 去測試那個rd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個arm呢 他不需要這樣 他有一個叫status的 專門就是做 這個裡面呢 他就有一個conditional code 他就有一個register 專門就放這些東西 就看你是不是negative 是不是zero 是不是carry 每一個beat都 不管你是不是一個con 反正你要只要做er semantic 或者你希望做這兩個register 你就做compare 這兩個做compare 那那個固定的那個register 就是放這些data 就是放 是不是negative 是不是zero 是不是carry 是不是overflow condition 所以呢你並不需要一個 在32個register 把一個其中一個拿來 做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 因為其實你只要一個bit嘛 他就是有一個register 專門 就conditional code 就直接放在這裡 這個概念懂不懂 其實這個在x86有這種概念這樣 就是 你有一個系統裡面的register 他每一個bit 比如這個是代表說 你前一個operation做完 是不是0 是不是negative 是不是0 就是他的conditional code 全部都在那個地方 你只要有做er semantic 他就一定把最後的結果 放在那邊就對了 你要不要用是你的事情 下面要不要用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就永遠把它做出來 所以他就有這個 不需要一個特別的一個register給他 就不要用general purpose的register 是一個特別的register 放這些東西 那又有一個叫compile的instruction 如果說你除了加減乘除之外呢 如果你不想動到register的結構 因為你加就有a加b要放到c 對不對 那c不是被變動到了嗎 對不對 那你不希望做 你只是希望做這兩個的比較而已 希望他的condition出來 那你就做compile r1 r2 compile r1 r2 沒有影響到任何人對不對 影響到誰 對 只有影響到conditional code 然後之後呢 每一個instruction就看 現在conditional code是怎麼樣 我去執行他 結果現在每一個instruction 他有四個b要決定說 這個instruction要不要執行 他就直接去change 我的現在目前的conditional code 是怎麼樣 是滿足的conditional 他就執行 或者是unconditional 就是正常的statement 他最大的一個 這個um 他就說 他的 他是每一個statement 都可以是一個conditional的執行 那那個四個b的 就去描述他 你到底要depend on哪一個condition 那conditional 通通放在conditional code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他有一個很好 就是single instruction 跳 譬如我們常常在寫說 if a 等於怎樣 對不對 我要做什麼動作 對不對 那你要implement這個 這麼單獨一個single的condition 你是不是還要寫了半天 對不對 寫了半天 你要 要說滿足的話 就留在這邊 跳來跳去對不對 可是用arm的話 是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一個single instruction 滿足這條件 你就執行 不滿足就不執行這條件 也不用跳來跳去的這樣 他可以做single instruction的branch 很容易做這樣 那這種 在program裡面 很多這種他就省了很多 這個instruction count 這是arm 那這個大概也看一看 他還是32b 他基本上的format 比起x86也是算regular的 但是還是一樣 像這是arm 對不對 他的opcode長得不一樣 有這個也是opcode 這個也是opregister 然後這是data transfer 這是opcode opcode 然後這是opcode opcode constant 他也是有不同的format 他比我們arm arm其實就是三種 對不對 但是這個 不是 mips就是三種 arm有更多種 還有一些bit 要去決定說你到底是哪一種format 比我們的arm複雜一點 那接下來再看x86 arm基本上跟mips還是差不多的intrading set 就是risk 那x86就差很多了 x86就是c complexintrading set computer 那他最早呢是從這個 最主要他evolution backward compatibility 這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說為什麼x86到現在 我們剛剛我們待會看了以後就說 唉唷他這麼複雜 那麼亂七八糟的 也不elegant 對不對 為什麼他還一直留到現在 因為大家還在使用他 就是因為相容器的問題 他最早出來 對不對 你大家所有的Program都是用 用他的intrading set architecture來寫的 對不對 那你就一直發展 隨著你一直發展的時候 那你舊的Program不要用了嗎 不行啊 舊的Program還是要用啊 對不對 新的出來舊的還是要用啊 那所以就變成說 他就變成有這個相容器的問題 你新的出來 你那個舊的程度不能run 你還要不要用 不要 對不對 所以就發展出差不要 繼續不斷地繼續發展 雖然越發展越醜對不對 不是很 很就是很 待會可以看他的 很複雜對不對 但是他還繼續存在 就是因為市場要 對不對 因為你的Program都是 都是用這個 這個 implement 這個intrading set implement 那所以我們大概看 他大概最早是 1974年的時候 是用8B的Processor 8B的Processor 當時是 也沒有什麼 general purpose的register file 是叫accumulator 還記得accumulator是什麼 我們說就只有一個register 對不對 你的加點全部都在這裡面做 然後是accumulator 然後再過來 又到1978年 衍生到16B的extension 到8080 然後再來到1980 有floating point的 co-processor 原來只有integer的 然後到1980 才有一個floating point的 co-processor 就是說你要做floating point的話 我可以有專門的Processor 幫他做 然後再過來到1982年才有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就比較複雜的 memory management unit 這時候是addressed bit 變成24個bit 然後再來到85年的時候 才有386 才extend成32bit 就我們所謂的IA32 就才跟arm這些 就是對應的32bit extension 這1985年的時候 1985年的時候才有差不多時間 它有更多的addressing mode page memory mapping 跟segment的方法 好 再過來呢 再過來就是 1989年 486出來 486 那同時的也有競爭的出來 AMD這些都出來了 然後在panteens 在1993年出來 它的有superscalate structure 這是我們後面為大家介紹一下 為了加速 它把那個pipeline切得更細 或者有同時同一個時間 要run更多的instruction 這個panteens 那這時候這個有一個devide 這個version 它有一個floating point devide的bug 也在這個裡面 那時候大家 因為發現這個bug 開始verification 就變很重要 就是說你hardware出來的時候 你要做verification 那之前好像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 這個有這個bug 之後出來 這個floating point devide的bug出來 那個在設計hardware formal verification 變很重要 再來後面有panteens pro2 就是新的architecture一直出來 那一直到1999年以後 比較streaming single instruction 這個multiple data extension 這個主要是在做圖形的 圖形 因為圖進來的 都是streaming的data進來 然後你希望一個single instruction 然後你要同時做很多動作 這時候主要for這個圖 那個application 好 那後面有更多的instruction的進步呢 也主要主要都是在 for這個sse的方面的extension 那這邊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 intel呢 他extend一定要compactability 就是他的extension 他舊的東西還一定要維持在那邊 為了新的application 他要產生很多新的instruction 可是舊的他還是要maintain 因為他舊的如果不maintain的話 舊的program就不能run 這是他最大的一個 最大最大的一個這個burden 可以這樣講 他的technical elegance不得market success 雖然說他的 他的影傳檔 我們就看到很複雜很複雜 但是他有人要買就好啦 對不對 有人要繼續用這就成功了 還是會在市場上面 那我們大家看一下簡單 他regisfy 你看他的regisfy 他general purpose他只有八個 而且這些general purpose的 還是跟一些其他特定用途的 這些regis共用的 他也有這些 這是32bit 這還有16個bit 32bit 這都是特定用途的 這些register 再看 他的addressing也是很複雜的 他的addressing 他可以怎麼樣 他是只有兩個operant 但其中一個可以做source 也可以做destination 然後另外一個是source 然後在任何一種狀況 他都可以 他可以至少也可以 在同一個影傳 你可以有memory的addressing 像我們在我們load store machine 的話對不對 我們的做operation的時候 東西一定要在register 或者immediate 但x86是其中的一個operant 是可以在memory的 是可以在memory的 這個memory的exer 就很複雜 你可以用base display 這是跟我們的很像 或者用一些index 去scale 就是很複雜的一些memory addressing的方法 在每一個影傳器 你都其中有一個operant 是可以在memory拿的 也就是說這個影傳器 可能會要花很長時間 要花很長時間 大概看一下意思就是 然後再看著影傳器 encoding 像MIPS跟ARM都是32個bit 你每次反正你要得到影傳器 你就一次拿30 一次拿30 然後就decode就好 可是x86不是喔 你看這是多少 這個是 16 這是又多少 這40 這個 就是各式各樣的長度不一樣的 影傳器 那你看你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要問你 那我怎麼知道我下一個影傳器是多長啊 我怎麼知道我下一個影傳器是40個bit 還是16個bit 還是30個bit的 你就要一些encoding 要一些很多extra bits做這些事情 你先去看那個bit說 這個影傳器多長 我才知道我fetch的時候 影傳器要拿多大 你每次的memory要拿到size 可能也都不一樣 所以從這個複雜度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x86 它的影傳器是很複雜的 它的影傳器former有這麼多種 好 但是真正的implementation呢 它雖然它為了comparable 它就必須要做這些事情 但真正的implementation 它盡量做到什麼東西 在後來的影傳器盡量做到說 我還是 在compiler 盡量 generate simple instruction 就compiler產生這些 我盡量是 還是那些簡單的影傳器 如果它是simple的影傳器 我就one to one的mapping 就是直接去implement它 如果是complex的影傳器 我用很多的小的影傳器去implement它 就說micro instruction 我還是苦力 你的assembly generate出來 你還是要 你如果真的generate這種複雜的影傳器 我不是用hardware 我不是用真的一個 就用hardware去implement它 我把它拆成小的 micro instruction 用micro instruction去執行它 用很多micro instruction 兜起來去執行它 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hardware設計說 它只要去顧到micro instruction 還是很短還是很小還是很簡單 那就比較容易做speed up 如果你現在用hardware 直接去implement一個很大的影傳器 就綁在一起了 那就很難做optimization 它就把一個大的影傳器 變成一個 很多小的instruction 用hardware去 只要去implement一個 小的micro instruction就好了 就這個 其實有點類似 其實已經類似像risk的概念 小的比較容易optimization 比較容易做speed up 你如果一個影傳 拆在一起 完全不能拆開來的話 就很難做optimization 那它的performance 大概跟risk很差不多 然後compiler 就盡量generate complex的instruction 好 最後 有一些fallacy跟pitch force fallacy就是錯誤的概念的意思 錯誤 就是這個statement是錯誤的 所以不要犯這錯 他說 很powerful的instruction 就會有很high performance 對不對 好 蔡慧琦 蔡慧琦 蔡慧琦有沒有來 沒有 蛤 在哪裡 好 fallacy就是不對的觀念 對不對 所以這觀念對不對 他說很powerful的instruction 就會有比較high performance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好 為什麼不對 蛤 欸 他說 我會比較少的instruction啊 你怕比較少的instruction啊 這樣對不對 蛤 感覺好像對對不對 他說不對 因為complex intrusion 很難去implement它 而且你一個complex intrusion 你會把其他人都拖累了 因為我的clock cycle 就要為了你而變長這樣 把其他拖累 所以呢 powerful的instruction 並不表示high performance 好 好 再來 他說assembly code 可以for high performance 我們為了要寫很efficient的code 我要寫assembly code 對不對 陳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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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來 陳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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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彥 楊文彥 來 蛤 就說我為了 哇我很了不起對不對 我為了要寫很efficient的code 所以我要寫assembly 對不對 蛤 蛤 對不對 錯 錯 為什麼錯 現在的compiler 對 對 很好 這觀念很重要 現在的compiler已經很厲害 他可以把你寫成 把你轉成很efficient的assembly 而且你如果要 要有生產力 你就一定要 你要很少的arrow 你要少arrow 生產力 你一定要寫越少的line越好 寫越少line 你寫high level language 寫high level language 然後讓compiler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雖然我們現在叫你寫出了寫assembly 你可不要以為說 我從此以後都用assembly來寫 不是這個意思 讓你體會一下寫assembly有多難寫 對不對 你說high level language寫完之後呢 因為compiler的關係幫助我們多大 對不對 讓我不用再去接觸這麼low level 所以這一定要注意 並不是寫assembly 扣久一定會很high performance 像我們剛剛看到 一個好的compiler 他會幫你做trance reduction 做一些東西 他會recognize出來 幫你做這些optimizing 好 再來 他說 因為backward compatibility 所以我隱形不能變 這樣對不對 因為像X86對不對 因為你舊的 有一些隱形設定 然後呢 我新的機器出來 我為了要滿足舊的 所以我新的隱形出來 不能增加 這樣對嗎 這句話對不對 對不對 江家福 江家福 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告訴你 對不對 他說如果 我為了要backward compatibility的話 我的instruction set不能增加 對不對 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不對 你看他說這次的instruction set X86 還是一直增加增加 但是他只是說 前面的你還是要maintain 還是要implement它 你還是要implement 因為你新的application 因為你需要新的instruction 你還是要增加 還是要增加 還是會增加越來越多的instruction 好 好 再來 好 這個容易犯錯的地方 peatful是指容易犯錯的地方 就不要犯 知道說 sequential的address 是increment by 4 不是by 1 因為我們 一個address是4個byte memories用byte來算 但是我們的address 是32個beats 是4個byte increment by 4 還有呢 你那些pointer 當你pass for pointer 如果procedure 做完 你cpoint寫完之後 那個那些pointer 其實已經不見了 可不要再繼續 用那些pointer 因為他在top的stack 已經被pop掉了 對不對 就變成無效了 所以這些要注意 在寫程式的時候要注意 好 最後 concluding concluding的remark 好 這很重要的4個入 我們講了這麼多的intraging set extential 雖然你不是只有看 他為什麼長這樣 還有一些原因的對不對 就是這些原因 他說simplicity favor regularity smaller is faster smaller is faster make the common case fast good design demand good compromise 好 這4個入 有沒有在我們哪些intraging 用到這4個入 好 來我問一下 來 陳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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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告訴我們 在我們在學到的intraging set actature裡面 哪一個design 是用到這一條 隨便講一個 哪一個地方 你用到這個 就是我們為了要 那個 simple 所以把它弄成regular 哪一個 design 好多design的rule啊 好多我們design decision 決定對不對 哪一個是這個 譬如說intraging format怎樣 好 intraging就三個啊 對不對 你看其他arm啊什麼 我為了要simple 是intraging format 都固定固定 op code六個rsrtrd 對不對 好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 這個 一個例子 好再來 smaller is faster 有哪些例子 施真平 來 舉一個例子 在我們的design的決定的時候 譬如哪一個 好 regify 對不對 我們說regify 我為什麼不六四個 因為regify越大越好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只有取了三十二個 所以是這個例子 再來第三 make the common case fast 林鴻章 來 哪一個例子 我們在intraging裡面對不對 我們說什麼東西常常用到 constant常常用到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為他設立一個 引刷叫immediate type 對不對 好 make the common case fast good design demand good compromise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雖然是 我們希望只有一種intraging set 對不對 一種intraging format 但是不同的format 還是有它不同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們J-type 或者是I-type 還是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就是你的compromise 所以這不同的一些路 你要知道說 哪些決定是因為這些 像你這樣 你要自己設計的processer 你就知道 記在腦子裡 要做這些動作 好 那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layer of solving hardware 這我們慷慨也介紹過 還有 我們MIPS 叫typical risk的intraction 那sysc就是x86 還有沒有 好 最後一張圖 就是說 在你將來要做設計的時候 一定要做分析 一定要做profiling 一定要知道說 在這所有的intraction裡面呢 哪些最常用 哪些 我要做 如果你要做optimization的話 一定要focus在這些 才記得end those law 對不對 所以告訴你說 你如果佔的比例高 你才去 因為你最多最多只能去optimize它 類似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這個 常常發生的話 你去optimize它 或make the common case faster 才有用 那我們這節課就 上到這邊 我們下節再看重新上 另外一個chapter 好 好